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连颂用扇子掩着脸 问道 此时帝君的脸上不该是欣赏 经验 或者 反正不该是疑惑 连颂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 就是觉得那把剑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东华只这头 可惜想不出什么 毕竟他不想记的东西 就不会多留意 只是这东西突然和凤九有了关系 他倒是想仔细想想 却还是没有头绪 怎么可能 这件事凤九殿下新著成的 今日才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亮相 莫非 凤九殿下偷了别人的创意 连颂说完这话 便发现自己的嘴尽张不开了 自然知道是身旁的东华帝君 给他施了禁言术 他不过是随便说说 至于吗 东华不再理会这些 此时凤九正在泥镇中对着上百人 情势不容乐观 没想到九九的运气这么差 竟然遇到了这法镇中最难的 百则自食时的这个法镇 但是凤九望着这上百人 不由地望向了高座之上的帝君 只见帝君对着他露出了不明一味的笑 两只齿的直言为处 说来 那算是两人的初吻吧 这边是东华突然诡异一笑的缘由 可惜凤九并未想到这个 但是蒙眼练剑时的情景 倒也是回想了起来 竟给自己蒙上了一丝白卷 请客间便破了这个镇法 那疯刺着实让在场的人赞叹 所有人都看到这个镇法的难度 心中都为这个小弟弟捏着一把汗 没想到这么轻轻松松的破了 凤九一席红衣 仗剑而立 仰着头看着高台 此时帝君正淡然的对他比着口型 打滴漂亮 凤九更是得意的笑着 着实出尽了风透 平日里一直四处惹祸 不着条 在这八荒之神的眼皮子底下未露过攒窃 净退从容 白痴满意的捋着胡子 这个法阵他今日特意安排的 对这个孙女他的期望很深 他是故意想用这个镇法摸摸他的性子 拜了能让他收收心 这剩了 自是说明他的孙女不一般 凤九定了一下心神 呼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显摆今年做的剑匣子了 之前的事件法真弱势不过 那这剑匣子都不用出场了 凤九双手托着剑匣 准备将他放入圣山之中 此时却生了变化 魔界的玄之魔君捏出银却不请自来 还厚着脸皮要和凤九比上一场 青秋的冰藏之礼 确实是有这一环节 让同辈之人挑战新君 建议免利新君刻苦修炼 只是在白浅半冰藏之礼时 白者心疼幼女便取消了这一笔事 没想到今日让这个魔君钻了空子 这魔君比凤九大了足足八万岁 建议是厚着脸皮自认自己是凤九的同辈 白泽哥哥 这个坏蛋好不要脸 阿里指着台上的魔君骂道 但久久却不得不战 白泽暗恨 只是这种时候这个魔君到来未免太过蹊跷 凤九虽然使得全力 却依旧输了 但是这个聂初吟好不要脸 凤九冷言回讽着聂初吟 只失败就失败了 小仙虽孤落寡闻 却也晓得清秋这一笔是环节 乃是新君夫妻共进退的一环 此时站出来的便是你娃娘娘坐下的寒山真人 神祖成婚祭天使的婚书便是烧给她 只有她在那步子上记上一笔 才算是正经成婚 东话一出范英谷 便已做完了这件事 她和凤九已是正经的夫妻 有了名分的 这也是她怕万一凤九想起阿兰儿之梦的事 不要她做的后手准备 却未曾想尽用在了这里 这那初吟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吧 便托寒山真人提了这一茶子 让清秋不得不认下她 寒山真人的一句话 倒是让清秋的众先困惑 特别是那几个长辈 毕竟之前给小九安排各种相亲 他都无意 怎么就嫁了 凤哲姐姐嫁给东华哥哥了吗 凯子捂只嘴小声问道 怎么凤九姐姐也不先告诉她 白色微点了下头 只是抬头望向高台之上 那人此刻怎么不见了 难道要让九九独自面对这些 聂某倒从未听过凤九殿下 还有魏王夫 即便有 聂某也未必打不过她 就请上台吧 三万余岁的凤九的王夫 供摸着也差不多吧 聂初赢到不介意再打一场 但众人望向四周 似乎没有什么新君的王夫 踏着七色银彩 从天而降嘛 却在此时 一个紫衣的神君 从一旁不急不慢地踏上了礼台 怀抱着苍合剑 漫不经心地问道 可以开打了吗 我刚出去磨了个剑 能拿着苍合剑的 还有紫衣银发 这人自然是那一十三天太成功的帝君 列出银江了 台下也进了 片刻之间跪倒一片 观礼台尚未分高的 也都驴坐站着 开玩笑吗 帝君站着他们赶坐 帝君毫不在意地抬手 免了他们的柜里 转身拿着帕子 给凤九擦着额头的汗 还轻声安慰道 早晓得你要输 不用觉得给我丢了脸 短了几招 十招 凤九将帕子抢了过来 爹爹爷爷他们都看着呢 还可以 东华点了点头 小白真是容易害羞 他只当凤九是因为害羞 才拿去帕子自己擦汗 转身便对着聂初吟道 开始吧 帝君真是说笑了 这是同辈之间的较量 聂某和凤九殿下 尚能称得上是同辈 可您 我们之间还差了一个洪荒呢 聂初吟说话都软了下来 之前的嚣张得意当然全无 本君为什么同你不是同辈 东华一脸莫名 东华望向身旁的凤九 他 是本君的帝号 自然同本君是同辈之人 你方才说你们是同辈 我们自然也是同辈 凤九没想到东华竟然在众虚面前 挑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下所有人都傻眼了 唯有白泽紧握着自己的双手 神色激动地望着台上的两人 他内心的翻涌 有谁能明白 只一招 东华便打败了聂初吟 那一剑意识瞬间将聂初吟手中的剑斩断 仓河剑架在聂初吟的脖子上 只不过一招 竟能有如此变化 在座的众仙家不由的感叹 还未从帝君有了帝后 这是缓过来 便又折服在帝君高墙的剑术之下 今日之行着实不亏啊 冰藏之礼之后 凤九和东华的事自是定了 也不知道东华和白只说了些什么 反正这婚事就定在了半月之后 婚事交给了白姨夫妻两 东华也命中邻给凤九的男亲做帮手 这婚事自是有条有理的操持着 而东华则是带着凤九 去了他生长的地方 碧海苍林 反正诸事也不用凤九操心 自是放宽了心和东华游玩 就如同大考之后的放松之感 凤九在碧海苍林玩得各位畅快 也许玩得太过尽兴 后面几日竟是分容易觉得疲倦 只倒是太过劳累 毕竟帝君自他结束了冰藏之礼后 便不再放过他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